生意不好 就包括从开业 刚开业的时候生意不好 就是每天零元吧 有时候几十块钱这样的 小陈介绍 他之前在上海一家咖啡店当店员 今年4月份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杭州上城区一家酒吧老板发的合作邀请 就萌生了来杭州创业的想法 然后就跟他聊聊一下 然后后面他就跟我说 他是一个酒吧 想把白天时间租给我 然后让我过来做咖啡 双方5月4号签了合作协议 期限一年押金2万5 租金按小陈所有渠道实际营业额的30%计算 他说之后花了一万多块钱 把店铺简单装修了一下 咖啡店刚开始生意并不理想 他把烦恼发到了社交平台上 当时被人转载到其他平台还上了热搜 现在网上还能看到一些 在这之后生意有了起色 生意是慢慢好起来了 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充值的会员 生意是慢慢好 包括我们网上 就是网上一些大众点评做的 算是蛮好的 就在我自己就投入了很多精力 这样 那之后为什么这个付出人 对 就是他们店铺就是7月4号吧 7月4号 然后下午那个老板突然过来 他说不跟我合作了 然后他就说 他找了一个理由 他说我是发小红书影响到他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发小红书会影响到他 而且就是我从第一天发 包括我们上的那个热门 他都知道 他发小红书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俩有合作的合约是不得隐瞒 就是我是甲方 他是乙方 不得隐瞒 像甲方隐瞒乙方的经营这个东西 但是呢 他发一些就是小红书 像他说什么引流 我前期我都看到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非常正向的 我也是比较支持他的 但是他发的有一篇我也可以给你截图看 就是我是我朋友发给我 我才知道的 我是我是看不到 因为他给我屏蔽掉了 他发在小红书上 他说那个什么 有没有谁想体验当老板 还有就是那种感觉像店转让的那种感觉的文字 就有很多人打电话问我 说我这个店是不是转让 但我这个店经营的就挺好的 我没有转让的意思 就是给我做了造成很大的困扰 石女士发来的截图显示 一个叫JoJo低筋咖啡的账号写道 有人想体验开咖啡店吗 让你花最少的钱体验当老板 小陈表示 这确实是他发的 但是他没用店里的图片 文字也没有指向这家店 不会影响到石女士 他觉得自己有屏蔽他人的权利 也没有故意隐瞒经营状况 对于双方的合作 石女士有话要说 只抽他30%的营业额 没有说要他多少租金 这每个月到我手里 还不够我交电费的呢 就是几百块钱 水电费也都是我付的 像别的什么 我们店平时用的小东西 什么纸巾 什么一些小的耗材 我都没有跟他要 因为我觉得我作为甲方 是一个非常不要负责人的甲方了 虽然还没到约定的合同期限 但经过协商 7月5号 双方已经签协议解除了合作关系 小陈说7月6号下午 他搬走了部分私人物品 7月7号告诉石女士 下周五去拿剩下的东西 结果对方要求把酒吧复原 并声称协议已经解除 剩余东西都是属于店里的 还问他 昨天为什么不说 之后小陈被移出了群聊 因为我毕竟还有押金 押金有两万五在他那边 他意思是如果我不走 我不把东西搬走 他押金不会退给我的 因为当天是晚上搬的 还有一些没有搬回家的 很多灯 还有他的吧台 我还小改捞一下 然后包括我们的室外 还有外摆 然后有木架子 他现在不给我了 他就说我已经签了 那个解除合同的协议 他说现在属于他们店铺的 他没有给我提这个拆灯的事 他只不过就是又过了几天 他就可能看我把押金 就全还给他了吧 他可能当时怕我不给他押金 但是当时说句实话 他如果说要拆给我协商好 对方都协商好 那都可以 但他没给我协商 他就直接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走了 然后又过几天通知我 说他要来我店拆我的灯 那你说换做谁会同意呢 目前押金已经结清 双方的争议点 还是小陈安装的灯具 木架子等物品 小陈说 这些东西花了一千多块钱 签解除合作协议之前 双方确实没有专门协商过拆灯的事情 石女士认为 签解除合作协议当天 小陈没有提出 那这些东西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小陈打算继续试试其他途径 他还表示 不会因此停下创业的脚步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2022年